长相美艳身材高挑的女子竟然有着一双鹿腿 她专门引用男性与其独处 等到气氛火热 她便用鹿腿将对方踢得四分五裂 今天幕尾给大家带来一个恐怖悬疑故事 鹿女 一大早警察小帅就被电话吵醒 原来警局接到报案 一个奇怪的卡车传出了腐臭味 还有人曾听见车里有过惨叫 小帅等人赶来发现车门严重损坏 车内有着七零八落的肉块 尸体上还有大量的动物脚印 感觉像活生生被踢死的 小帅问报案人昨晚有什么可疑的事情 那人说到死者昨晚喝得烂醉 搀扶他的女友是个身材高挑 长相美艳的女子 黄色的眼睛 感觉像个印第安人 作为男人 大家对死者都是羡慕不已 法医分析死者是受到巨大的冲撞致死的 现场的脚印是鹿蹄 这很有可能就是凶器 这让小帅狠事不解 难道犯人随身带着鹿蹄做武器 引诱到目标后就用蹄字砸死对方吗 还是说这对男女准备鼓掌的时候 一头强壮的熊鹿看上了妹子 跑过来踹死了男人 然后把妹子掳走了 这个脑洞让小帅自己都觉得蠢诈了 与此同时 真凶又开始行动了 他来到酒吧 往一个西装男身边一坐 真凶好像不会说话 但凭借其美艳的外表和迷人的笑容 西装男一下子就被迷倒 转眼两人就来到了宾馆 看见真凶这么主动 西装男兴奋不已 可没多久他就被人送到了法医这里 死状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这次法医还在纸家里发现了鹿毛 经法医鉴定 这鹿毛应该属于一只小鹿的 这让警察们更懵了 小鹿哪来的这么大破坏力 另一边真凶继续寻找着猎物 他来到一家店铺 店主一看这么漂亮的美女 脸上乐开了花 可没多久 他也遇害了 小帅等人来到现场查看 发现越来越多证据指向是鹿杀人 可上级却认为 这使人为熊杀 便不让小帅插手 无奈小帅只能自己离开 路上他感觉有人跟踪自己 可挥头却啥都没看到 正准备走的时候 一个小混混用刀劫持了他 小帅一招就把混混撂倒 还把刀插在混混肩上报复 真凶看到这幕后 躲进了暗处 次日没有进展的小帅一脸的哭闷 同时小黑看他这样 便请他出来喝酒聊天 小帅对小黑说 他认为凶犯可能上半身是个美女 下半身却是鹿腿的怪物 这话被旁边的印第安服务员听到 他感兴趣的过来和二人一起讲道 在印第安的神话中 确实有这样一个鹿女 他有着天使的面孔和魔鬼的身材 出去找猎物的时候 还总会用长裙遮住脚 为爱鼓掌后就会残忍将对方杀害 杀完一定数量的人后 他就会躲回森林里 这个神话让小帅更加确信鹿女的存在 他立马回到警局翻看相关的卷宗 而同时小黑则跑去赌场各种玩耍 殊不知自己已被鹿女盯上 两人一起玩的过程中 小黑赢了很多钱 也喝下了很多酒 酒精上头的他居然把鹿女带回了家 刚好这时小帅打电话找他聊案子 小黑还向小帅显摆着自己的艳遇 小帅开玩笑的问道 有没有看看美女是不是鹿腿呀 这把小黑吓得脸更黑了 电话也在这时被挂断 小帅觉得不对劲 立马开车赶去 路上还呼叫了警队的支援 好不容易到了小黑家里 却发现小黑已经遇害 黑暗中鹿女出现 想偷袭小帅 却被他反手射了一枪 小帅以为这就击毙了鹿女 上前查看他脚的时候 鹿女突然醒来 把小帅一脚踹飞后逃走 小帅开车追击 路上却被一群鹿给拦住 就在鹿女喝口水喘气的功夫 小帅已经解决鹿群 他看见路上的鹿女一脚油门过去 就把鹿女撞到树上 没想到这样鹿女都没死 还要推开警车 小帅赶紧下车给鹿女补了几箱 才彻底解决 随后曾远赶来救下了重伤的小帅 全篇到此结束 看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